我今天最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情 到最后下午的时候 我们已经临走了 然后我突然收到这个 沙滩少女岛上跑 来杀大腿 真的好 迪奥TV全体正直的玩家 我回头到我办公室挂起来了 真有景气啊 阿刺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19年12月10号 由腾讯代理的 国航版Switch正式发售 时间过得飞快 在大家由期待到质疑 再到慢慢沉淀下来 已经过了整整一年 不少玩家朋友们此时此刻 估计更关心另两家次世代主机 特别是PS5国航 到底何时上市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国航Switch可是曾牵动了 许许多多玩家们的关注 一年后的今天 变化其实很有限 游戏机当然是买来玩游戏的 先看阵容部分 国航Switch可以运行 外版的实体卡带 沿着联网给游戏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 联网速度还很快 但因为不一样的账号机制 这些外版游戏的 线上联机部分无法体验 只能本地灭连 并且由于无法切换账号 登陆外服衣shop 也不能购买数字版游戏 或兑换DLC内容 再来看国航自带的游戏阵容 截至8号 国服衣商店 共有13个半游戏可供挑选 首发护航新超级马里奥兄弟友 作为2D横版马里奥 目前关卡设计极大成者 它的本身素质 游戏性确实没有话讲 特别还有适合 本地多人的各种模式 但其实对于大众玩家 马里奥制造2的趣味 和扩展性玩法更加丰富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登陆 国航运行外版马自2 也无法游玩连机部分 直接就砍掉了 80%以上的乐趣 另外随着1月15号 马里奥兄弟友的实体卡出现 玩家也发现了 国航卡带不但是独立版本 并且无法在外版机上运行 从这时开始 国航主机是另一码式 但游戏对水货市场 已经基本不存在影响 不管怎样 这次的国航发售确实很匆忙 因为整整三个月后的3月16号 此前早在当年China Joy上 就作为国航阵容宣传的 马里奥赛车8和马里奥德赛 才终于上架 这两款前者是 苏织开卖以来 长期霸占销量榜的冠军 后者堪称目前最好玩的3D马里奥 他们的共同特性是 都很能代表老任的游戏理念 一上手难精通 男女老少几乎通吃 其中马侧8的多人玩法 更是为他带来了 经久不摔的生命力 因为阵容有限 国航版一直没推出 Switch online会员服务 马侧8的联机不用付费 但只能和国航玩家一起游玩 当然肯定没有 全球同服的外版联机热闹 不过截至目前 国航马侧8的线上热度 还算不错 匹配速度并不慢 联机的稳定性就不用说了 外版Switch的一堆联机游戏里 马侧8算是对网络要求最低 体验也最好代表之一 顺带提一嘴 国航Switch因为没有会员服务 使得系统层面和外版机 在使用体验上会有部分差异 尤其到了12月 刚更新的11.0版本就更加明显 新加的热门功能 倒是会显示好友在玩的外版游戏 不过主界面的Switch online选项 就不可能有了 另外也没有云端存档的功能 只能用进场通信来转移存档 随后除了7月上架 跳绳挑战这款老人在疫情期间 免费推出的正宗小品游戏外 一直到9月 国航Switch的新游戏 都是以国产独立作品为主 分别是5月27号发售的 高难度平台跳跃游戏机 隔天发售了《无聊光与影》 这一概念来打造解谜 美术风格十分有个性的彩虹坠入 7月2号发售了《模拟电竞俱乐部经营》 将《名不见经传》的业余战队 最终培养为 称霸世界大赛顶级抢队的电竞传奇 同天还有用脚玩游戏 这些游戏在国航商店的价格还算合理 不考虑国产的情怀 只单讲质量的话 它们的可玩性有高有低 集中与Nexus Studios前后出品的几款 最让我印象深刻 再过了一个多月 9月3号千呼万唤的国航版健身环大冒险 终于发售 关键是比起之前因为缺货和疫情原因 而导致水货被炒得居高不下的价格 国航版499块的定价 真的很有吸引力 但不出意外的 环形控制器外设能各版主机通用 不过游戏码还是独立版本 并且还是卡核加上对话码的方式 想出二手都麻烦 但依旧不影响国航健身环的热卖 两个月后本作也更新了节奏玩法模式 9月25号横版动作游戏IC上架 同天还有俯视脚架 满世界打奇异水果 如个赖游戏恶果之地 10月16号上架了画风 很有特色的同步回合制 如个赖游戏不思议的皇冠 而11月4号 腾讯把自家视频平台 搬上了国航思维曲 现在还是体验版本 支持手机QQ或微信扫码登录账号 根据前不久 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 12月首批进口游戏审批信息 武力全开 去月球 马里奥网球 网牌和药师手工世界已经过审 预计很快就能正式上架 至此 国航数据一年来的阵容发售情况 基本盘点完毕 毕竟国航开售和外版 已经有了两年9个月的时间差 这就让游戏体验商限制 对核心玩家吸引力有限 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价格稳定 联网方便和安心的售后 是国航最大优势 光讲国航原生正恩的话 这点游戏肯定不算多 考虑到Switch实际上已经卖了快四年 和外版机的一大堆作品比起来 真的就算很惨淡了 不过由于上半年疫情的影响 和吉和拉洞森的横空出世 这加上期间一系列原因 还有499的健身环发售 除了Pro手柄和Joycon 成了各版本用户首选外 国航的实惠价格 还是带来了很不错的销量 腾讯也利用自身宣发渠道和运营 在全国各地线上线下 开展了大量相关活动 但最关键的是 这一年来围绕的国航Switch 最根本性的问题 还是没有解决 但光靠腾讯也确实很难解决 毕竟年初就送省的 分兔奇遇派对 到现在都还没过 而现实中不讲去年的China Joy了 开售前发布会上 官宣了一大堆先期游戏阵容 一年后兑现的其实并没有及格 作为Switch上的口碑最高之作 这边大家都在猜 明年《旷野之戏2》会不会发售 另一边国航隔了一年 还是没见到初代的进展 在剑城环大冒险节奏模式里 听了塞尔达的音乐 总感觉特别奇怪 这边等不及的国航玩家 都在打听 《宝可梦剑盾计票同工版》 还要不要登录 e-shop 兑换内容 事实上国航用户 还是不能联机共斗 冠子选人的神兽迷宫 体验会有不小的折扣 但国航连 Let's Go!Pikato一部都还没上 《大乱斗》是我个人 最希望能国航发售的游戏 因为它不但有着 主机游戏博物馆般的 丰富内容量 作为另类格斗作品的 可玩性和对战乐趣 也非常强 国航版不但能带来 更普及的国内 线上线下联系环境 还有对应的一大堆amiibo 想想就很开心 有中文和博土化活动 《喷车战士2》 就更不用说了 马赵也是我逢人币 推荐的横版马里奥加作 这些干脆国航连提都没提过 另外还有注入哈迪斯等部分 目前只有数字版作品 除了游戏阵容外 Switch发售了已经快四年 这将和另两家新主机上市 玩家和第三方厂商 对Switch的机能要求 自然也在不断提高 但这边老任将要推出 半代升级版的小道消息 都满天飞了 去年发布会上提过一嘴的 国航Switch Lite 依旧没有任何后续消息 这就是国航和外版Switch 会有严重断裂感的原因 种种体验限制和进展缓慢 使得国航版在发售一年后 它的存在感并不低 稳定的价格 更放心的官方渠道 围绕现有阵容的 宣发与活动也都没落下 但体验满意度 和玩家生态圈的建设 还有相当相当长的路要走 一句话总结 今年有进展 但还远远不够 不过只要路还在走 总有好起来的希望 毕竟无论对腾讯还是老任 这都是一段 需要慢慢推进长期建设 同时也力在长远的合作 最后我大胆胡扯下明年 如果老任真的推出半代升级版 这次国航很可能会同步跟进 至少不应该像现役机型 或Light一样 拉开这么久的时间差距 另外种种迹象表明 广大宝可梦爱好者 我们辛辛恋恋的宝可梦中心 也很可能会在明年落地 多点耐心不要着急 一切总会好起来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